基本上是搞商业航天的头部的这些专家就在论证超级工厂 这个流水线生产和传统的这个卫星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保证将来这种大批凉的发射任务 工厂和过去这个研制的卫星不同 主要它是一个批产的一个特点 大概是一个年产能力能够达到1000克卫星 引入了一些体制更为灵活的 或者创新模式更为灵活的那么一些企业 参与到传统的卫星研制这个行业 模式的创新包括一些资本引入 我们的卫星的成本就会大幅度的下降 以前都是全国各地的去造卫星 运到海南以后拆掉包装还要再测一下 测完以后才能去发射 在海南建超级工厂的意义就是出厂机发射 各的过程中都会加快它的发射 在海南建超级工厂的内容 而是你发射